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來到今日,香港那邊繼續在找蔡天鳳的殘肢和頭顱的下落。 昨日到現在一路一路找,仍然是不知所蹤, 有警員去到懷疑瑞絲現場的大暴龍尾村繼續調查。 去到今日下午2點,渠務署人員開著通渠車去到涉事的村屋, 人員入內調查。西九龍重岸組亦到場調查, 積極去找死者的殘肢頭顱。 看到這裏,大家知不知為何要叫渠務署人員去到村屋呢? 其實我估計,應該很大機會他們認為是碎了屍屍的殘肢, 就被他們煮熟了,就沖了到廁所。 所以就找了一些通渠的人過來, 看可不可以在渠道找些東西出來。 因此這個做法,在以前來說, 那單Hello Kitty的藏屍案亦都是試過這樣搞的。 但現在找了差不多兩天,到現在都未找到殘肢甚至頭顱, 看怕找到的機會亦都相當尖微。 甚至現在亦都出動到水鬼隊, 去潛入儲水池做調查。 而之前在東涌捉到的, 死者蔡天鳳的前夫講抗志, 捉到之後就說不舒服了, 送完之後去到現在仍然是留意的, 應該是未錄到些什麼口供的。 所以明天星期一就會去另外三個兇徒帶他們去起訴。 而當中兩個男的被控謀殺, 那女的就只是妨礙司法公正, 妨礙司法公正的話, 其實罪名應該是很輕的。 那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, 下面留言啦, 下集再見啦,拜拜!